要填入一個色彩 裡面有提到說 建立一個新的圖層 它有講要建立一個圖層 那你就一定要建立一個新圖層 圖層名稱為背景 利用漸層工具 漸層工具特別注意就是 在我們Photoshop裡面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有一個工具 就是我們的 漸層工具 它的位置大概在這個地方 所以有沒有看到這裡 這個漸層名稱 按下去其實它也會展開 裡面包含有一個叫漸層工具 跟有漸層工具 就是這個 那怎麼樣利用這個漸層工具呢 幫我們做什麼動作呢 幫我們做出這個背景的色彩 色彩 我大概把這個畫面給大家看一下 簡單講一下 首先的話你可以選擇這個 漸層工具 上面可以選擇 上面這地方 上面的部分呢可以選 這個地方點下去 請你選擇 裡面有一個 假設你選它之後呢 點下去之後 選擇這一個 它要我們做的效果是 它沒有提到 不過請選擇第二格 就是它的這個是不透明的 不透明的這一個 點下去之後 點下去之後上面就會改變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去改變它的顏色 那改變顏色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可以從旁邊有一個顏色對不對 不過在我的環境裡面有沒有 有顏色的圖 有顏色的這個面板 可是呢你們等一下做的時候呢 假設 奇怪為什麼沒有顏色 沒有關係 你從視窗裡面找到 有一個叫做顏色的 顏色的有沒有看到 這裡對不對 等一下去做 就可以用這個地方去做顏色的設定 顏色設定 那這一題的話呢 它要求我們做的這個顏色數是 237 2760 所以你就